现在下来关注国内的烟霾情况 截至今天下午4点钟 马来西亚空气污染管理系统网站显示 沙拉越斯里安曼和古静的空污指数 依然处在非常不健康的水平 古静中华小学校董会和属下的六所华小校长 也因此一致决定 古静一到六年级的学生从明天起停课 直到空污指数跌到了200点以下才恢复上课 那至于西马方面 也有9个地区的空污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 国内烟霾情况严重 截至今天下午4点 沙拉越古静和斯里安曼的空污指数达到248点 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 古静中华小学校董会和属下六所华小校长一致决定 从明天开始停课 直到空污指数下跌到200点以下才能恢复上课 无论如何小六评估考试还会继续 除非空污指数飙升到300点 校方才会根据教育局的指示决定是否展研考试 另外沙州副首长兼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 拿督阿玛道格拉斯指出 沙拉越政府准备在这个月12号 在三个重灾区也就是古静 三马拉汗及斯里安曼启动人造雨计划 以舒缓日益严重的烟埋情况 他表示当局根据风向和气象预测认为12号是启动人造雨的最佳时机 不过这还取决于当天是否有足够的云层才能执行造雨计划 他也呼吁中央政府和相关部门商讨对策 尤其是和印尼当局交涉降低热点数量 NDP7 曾和报道